全球协同应用场景和前沿技术 他们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约束呢 夏博士 因为目前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用区块链是非常恰当 因为他就是每一个环节 每一种行为每一个动作呢 他可以有选择地去上链 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因为所有事情上链也是不太现实 不太靠谱 但他因为有这个人的行为在那儿呢 当然后面可能我们跟吴总也在探讨 对吧 有些还有一些物联网的东西 你这一动了以后 比如说在运输过程 你这一动 对吧 这个大家都是可以自动上链 所以这样呢 他就能保证这个整个 他的那个各个环节都有机会上链 那么究竟有多少是需要 哪些是就是说 哪些是上链 因为他大的前提就是说 你可能相来说 可信度差一点 就认为大家认为会容易出问题的 那有一些地方呢 你觉得不太容易出问题的 对吧 那可能就不是说所有地方 都不需要上链 所以我们这段讲的是 通证经济的解读 对吧 也就是说用一些这个 通证经济的方式 来给他们一些小的奖赏 那么吴总您在这方面 您的计划是怎么 您在想象你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这个 就是整个链在一块的 这帮人的时候的话 你希望每个环节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奖赏 怎么去鼓励他们 去遵守这规则呢 这规则又怎么制定呢 就是我们整体来讲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整体安抚 是想搭建一个信任体系 信任体系呢 是由内部呢 由四个层级构成的 它的底座呢 它的底层呢 也就是它整个 信任体系的基础呢 仍然是人际信任链 我刚才讲了几个场景 就是社区的消费者 在一起怎么玩 它玩的动机 和它玩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 走在一起的 对吧 然后到了农场这一端 农场和这个城市的消费者 组成的这个PGS见证小组 它如何互动 它和互动的过程 有哪些故事 整个互动的这个结果 又是个什么样子 尤其是这个 见证完了这个产品之后 合格的产品 在生产者消费者 共同的努力下 是如何走向 走入一个新的 一个营销体系的 社群营销 我们现在就 由消费商构建起来的 叫社群营销商体系 那这个产品是如何 最终走进 消费者的这个家庭 走入厨房 吃到孩子肚子里面去 因此呢 整个这个 每一个环节呢 实际上就是 区块链上的 这个信息节点 那每一个信息节点 你是否是按照我 SPGS这个规范呢 去做了 你按照我的规范做了 比方说生产者 你上传了 你这儿的环境信息 你这儿的产品信息 就包括你的产品标准 和你整个生产过程的信息 你用没用化肥 用没用农药 用的农药 谁用的什么牌子的农药 用的量是多大 这个对环境的 对产品的 对人的 损坏程度 大概是 是个什么样子 完了再加上认证方 检测方的这个 互相的这个印证 那我们就会 有一个判断 你这一个环节 你的那个劳动 你那个行为呢 会获得多少积分 会拿到一个什么样的token 这个通证 这个通证和积分 它和这个激励 它实际是一种数字资产 这个资产呢 最终它会 在市场当中 它可以兑现的 郭博士您听了这个 吴总刚刚讲的 你觉得通证在这里面 应该怎么去运用 可以达到一个相对合理 和众人一起来监管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理论上说 也很简单 你就每一步产生一些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是可靠 可以确认的 可以独立去确认的 对吧 然后把这些信息发布 发布这个出来 对吧 那其实关键就是说 它各个环节 所产生的这些信息 可以是用不同的方式去产生的 并不是一定说一个链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个链上写 对吧 它可以其实各种方式去产生 只要它产生的最终信息 是可以 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去验证的 对吧 就等于说 我说你有一个专家小组 11个人 比如说 然后有6个 签了个名的 就算是可靠了 比如说 我其实不care 说你这11个人 是怎么去运作的 对吧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协议去运作 但是我就开始说 我随时要问 说我拿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 我能够去一下就去读出来 说这至少有6个 signature是这个对的 对吧 所以技术上设计的时候 完全不要那么 就是不用那么简单的 就是说好像我 我一条链 所有人都在这上头翻滚 那个肯定不行的 就我就刚才讲的 就是大家现在很 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很幼稚的 这种这种思路 一看就是没有 没有考虑过计算机系统的人 对吧 你一定要得分开 因为大部分人是 它功能是验证的功能 并绝对是少数人 去产生信息的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们以前在搞系统 就叫读和写 你一定去 优化的是读 对吧 因为读的人多 对吧 你写的可以比较复杂的一些 这没关系 可是现在的 大家就把读和写 全都混在一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还是 就是有可能实现 只是说设计是要 要比较 不那么简单化 就是要跟其实设计 分布式系统一样 你要 分布式系统 你有什么接口 有主件 对吧 有分层的 我觉得其实区块链 也要按同样的类似 去构架才可以 而不像现在是一个 所谓平的 对 所以我这里面提的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两套技术呢 都特别棒 对吧 一个是你现在正在 研究这个跨链 这个我们讲 区块链3.0 甚至于4.0 对吧 未来区块链 它一定是 链很多 链很多 然后大家之间 要系统起来 所以跨链里面 其实挺复杂的 这个你可以展开说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咱们那个 大师兄陈荣 做一来云 对吧 因为他们也是在 因为他的思路 就是说 我的链的一个主链 是作为系统管理 只是用作系统 然后其他 你做应用的时候 你就开可以 无穷多的链 开各种各样的链 一件事可以开一个链 你可能就可以 为一个区域 比如说 咱们上次 我看您这边 是旺津地区 对吧 旺津地区 然后它跟那个 哪儿哪儿农场互动了 对吧 你可以晓到 就是说这些事情 它就单独有一个链 这都可以 非常灵活 你刚才那个 龚博说说 就是说 比如说一批专家 来认证了这个事 其实最终就是要建立一个 信任和信用 对吧 那么信任和信用的建立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 其实夏春博士 您自己作为一个投资人 今天也是可以算是一个 见证人 你觉得除了见证人之外 您在这里面 还可以怎么参与呢 在信任和信用方面 您还可以怎么参与呢 对 这个是我们从 区块链的投资逻辑 我们是这么来梳理的 就这么梳理的 就是说信用经济呢 肯定是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领域 然后这里面 我们在看里面 还有什么机会 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 投资逻辑 因为在中国看项目呢 这个吴总很清楚 就是我们在提倡 逆向创新 逆向创新意思就是说 它一定有应用落地 就市场在哪 这个吴总这边 已经做了七年了 他女儿多大 他又做了多久 这个事情已经 有相当多的积累 市场在那 然后这个市场呢 来倒逼技术 从这个市场倒逼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 觉得认为 这个龚总这边 龚力博士这边 在研发的技术 都是 这个都是绑定起来 它的价值能最大化 这是一个投资的看点 所以您会成为 这个投资人吗 是啊 肯定是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投资的看点呢 就我们讲 通证经济 在衍生出去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观点 我们认为呢 是未来走向 就是它的证券化 通证金融 金融化 金融化 那就我们 这个地方 就给一个 给一个小的启发就可以 你食品的话 你像安全食品 我们过往 我可能就在你那 买个五斤西红柿 就完事了 对吧 但是因为你 这已经有一个 见证体系 这个土壤就是好的 对吧 这个农场这些人 就是靠谱了 那他在这个 种这个西红柿的时候 我能不能就去投资了 我等于去 我去投资了 这个二百斤西红柿 万一他这个 天气不好 没涨出二百斤呢 那我算是投赔了 对吧 这个是天灾人祸 我就算是赔了 但是的确是可以投资 然后我投了呢 我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价格 我可以 可以吃掉 可能二十斤吧 然后剩下的那些呢 我可能就卖给公立了 这个就是 他做 咱们讲 那个做通证金融 他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他可以参与进去 这个 刚才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就比较清楚地知道 这个通证经济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中间是怎么练起来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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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 感到最后感觉 伤害有点